嘿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诚天 那么这一期呢 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关于右手波弦上面的一些细节问题了 原由就在于 在我这个基础课的学员群里面呢 有位同学他是这样咨询我的 他说他平常练琴的时候呢 他知道要强调重音 比如说三连音对吧 他要强调第一个音对吧 大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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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是吧 很正常 大家都明白都清楚是不是 但是他又很疑惑就是说 他觉得自己波弦力度已经加大了 但是听这个重音的时候是不明显的 就是右手用力波弦以后 在声音的听感上面是区分不了这个强弱 那么我给他回复了也是非常直接的 我认为大部分的同学以为自己波弦很有力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比如说有一些同学他平常弹琴 没有力是这样子的啊 喂 同学 这个波弦太小力了 大力一点 好的 老师 我大力一点去演奏啊 我现在把它加大了哈 老师我已经加大力了哦 哎呀 我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不对的 这不是我们理解右手波弦有力的一种表现 其实右手波弦有力的这么一个劲 应该是超出大家的想象范围的 那么现在我演示一下 甘情的演奏的时候 我弹得稍微快一点点 大家听一下我波片接触到弦以后 给出的那种啪啪声的回馈是怎么样的 相信大家刚刚已经听到我在甘情演奏的时候 其实力度还是蛮大的 所以大家在家里面练琴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啪啪声的回馈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了 所以右手的演奏力度不够的话呢 就会产生我们之前这个视频里面讲的 对吧 你的音头不足 听起来这个味道就不怎么好 还有就像那位同学所说的了 我想在强调重音的时候不明显 那么所以这一期呢 就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右手怎么样来发力 让这个波弦变得有力之余 而且是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讲呢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这个错误示范的环节了 因为有很多同学听到说 老师说这个波弦力度不够大 没关系我懂的 想要大一点 只要我把这个波弦的力度放大 我只要夸张一点就演奏了 它一定力气都够大了 比如说像这样演奏 很多同学应该会这样去理解的 只要力气不够大 我就把我的波弦力度跟幅度变大就OK了 那我想跟大家讲呢 你们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好像不大合理 因为你把波弦的幅度变大以后 虽然它力气已经有了 但其实你的正幅也会变大了 你的速度它也会变慢的 你的波弦幅度这么大 怎么样来提速了 如果这个歌曲有150 180的话 哇你这个速度要搞到180 200 哇这个真是很难的 明白我意思吗 好那么接下来我来讲解一下 我认为的这个用力波弦的发力方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所以大家就看清楚我右手这个特写了 来好首先我们的右手呢 它是要相对的捏紧我们的波片一点点 就是你不要轻飘飘的拿着波片对吧 稍微捏紧一下 有一个很简单的信号对吧 只要你捏紧波片的话呢 我们这个指甲这块肉呢 它是会反白的对吧 这个血液有点不流动的感觉哈 好那么如果大拇指在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呢 其实整个指甲盖它都是红色的对吧 有血色的是不是 那么如果我们稍微捏紧一下的话呢 诶 看了没有 整个指甲盖就开始变白了 反白了一点对吧 那么这种就是最基本判断自己的波片 有没有捏到位 有没有力度够的这么一个判断的方法了哈 好那么当波片捏紧以后呢 整个手腕都要稍微的绷紧一下 就大家不要轻飘飘的这样去波弦不行的 因为我们眼周速度变快的时候 力度也要够的情况下呢 手腕也是主要的发力来的哈 啊所以手腕稍微的绷紧一点点 那么第三点最重要了 就是我们在波弦的时候 我以下波为例 我们整个波片首先要贴在我们的弦上面 比如说现在我要弹五弦对吧 这个地方我要贴在上面去 对 这时候我要波响一个下波 直接靠在五弦的上方 按下去就OK了 再来看一遍 捏紧波片 手腕绷紧 然后贴在琴弦上面 往下按 这样就OK了 多看几遍哈 这样弹起来的话 它的幅度既小 但是力度是足够的 而不需要说把摆动幅度变大来加大这个力度的哈 你看 没必要 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方法就足够了 我们对比一下哈 你看 跟这种大幅度的 听起来是不是差不多 对吧 所以我认为前者就是我教给大家这个方法了 应该是会更好一点的 好 那么接下来上波也是一样的哈 我们同样的方式 我们就再罗嗦一下 你看 捏紧波片 手腕绷紧 然后波片贴在琴弦的下方这里 因为你要上波嘛 是不是 然后整个手往上一提 就OK了 就是这一个位置 往上一提就可以了 看一下哈 再来 再来 好 我们交替波来看一下 对吧 大家看到了吧 我只需要这么小的波弦幅度 就可以跟这么大的波弦幅度的力量差不多 虽然说严谨来讲 他们可能还是有区别 但是我觉得 这个方法足够用了 音色非常的棒 好 教学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帮助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给这个视频 一键三连鼓励一下 如果在后面的时候有什么不懂或想知道的内容 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 如果想跟着我学电吉他的话呢 也可以加入我这一门电吉他基础课 我会在群里面给你们点评作业指导的哈 好了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哈 好 那么接下来就到练习了 我们要怎么样练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感受一下 不要用到音符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左手 轻轻地摸在琴弦的上方 然后右手去拨五弦 我们就用三连音来举例子哈 就是第一个音就要中的 后面两个音是轻的 对不对 用嘴巴唱出来呢 它就是 这样子的哈 好 我们来感受一下哈 好 左手摸在琴弦上方 不用摁下去 轻轻摸着就行了 现在注意力都放在右手 我刚刚教大家拨弦的方法上面哈 三连音开始 是不是 用这种方法就能检测出你这个重音有没有弹好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音高的那个骚扰的 右手拨出来只有强跟弱 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好去检测自己这个重音拨的好不好的这么一个方法来的 那么当这个准备功夫了做了差不多的时候了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一条练习 让大家刚好来感受这个波弦 那么大家呢就跟着这个谱子来练就OK了哈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了 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去关注右手这个波弦技术技巧 谈谈电吉他这个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哈 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我这个基础科学员群 跟我一起来学吉他我来给大家点评作业指导作业好不好 我是成田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